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整點新聞 大家好 今晚是由Carmen 為大家報導新聞 先看一下本地消息 週一凌晨 墨西沙加發生起刺傷事件 事件俗成一名男子死亡 另一人重傷 大約在凌晨2時25分 救援人員接報傷人報告 並前往Britannia Road和Her Interior Street 警方趕到現場時發現 一名男子躺在墨西沙加一間宴會廳外 警方試圖對該名男子實施心肺復甦 但未能令他甦醒 當場被宣佈死亡 第二名男子則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占無生命危險 警方未有公布兩名遇襲者的年齡和性別 控制案專責組已接受調查 多倫多由今天起 恢復繁忙事段違法泊車的執法 任何在限時停車區內違法泊車的車輛 可被罰款150元 在疫情期間 政府暫停在繁忙道路的執法 但多倫多市政府上星期已宣布 由今天起恢復這項執法 主要是針對在限制時間區內停泊的任何車輛 而通常限制時間是由早上6點至10點 以及下午3點至7點 如果是朝早8點至9點期間 在學校限制區內違法停泊車輛 罰款額會提高 而有關法規也適用於速遞和送貨車輛 除了不可以在限時區內泊車 在單車路停泊車輛 也會被處以相同罰款 唯泊車輛更可能會被拖走 車主需要繳交拖車費用 多倫多交通服務主管 Scott Baptist 表示 從深則含這項法規 有助暢通多倫多交通 減少對市民的影響 多倫多公共衛生局宣布 由今天起縮短6間由市政府開設的 疫苗接種診所的開放時間 當局指 有關舉動是要迎合居民在夏天活動的需要 受影響的6間診所包括 位於1940 Ellington Avenue Cloverdale Mall 和Mitchell Field的診所 會改由星期二至星期五 中午12點至下午6點開放 星期六上午10點至下午4點開放 位於Crosswood Plaza和Metro Hall 則會改由星期一至星期四 中午12點至下午6點開放 星期日上午10點至下午4點開放 而在Throwing Cliff Park的社區中心診所 會由星期一至五 中午至下午6時開放 星期六和星期日 則會由上午10點至下午4點開放 以上的診所會向所有合資格的市民 提供第一至第四劑疫苗 目前多倫多市入面合資格的人士中 有51.7%人士接種了三劑疫苗 市民可以透過省政府網站和電話中心預約 另外7至12年級的學生 也可以到上述的診所 接種學校所要求的疫苗 例如針對月形肝炎、HPV、 腦摸鹽球菌的疫苗 轉看香港消息 新世界集團會在7月至9月試行四天半工作週 集團表示在升安排下 員工逢星期五可獲得半日假期 即是實施四天半工作週 另外每週可以在家工作一天 而員工薪金維持不變 多個業務單位試行 之後再作檢討 新世界今次宣布家庭有善措施 是希望提升員工福祉 令他們更有工作動力和效率 會在多個合適的業務單位 包括新世界發展、K11、 新創建總辦事處等實施 而為了確保員工在家工作的效率 會與員工保持溝通 提供所需的技術和支援 行政長官李家超向選舉事務處 遞交競選開支資料 總開支達913萬元 期間收到近1120萬元的選舉捐贈 選舉工程用剩大約213萬元 將會全數捐贈給公益金 由於李家超受到美國制裁 銀行服務或受影響 多個項目都顯示李家超要用現金交易 當中移租金、辦公室、運輸的開支佔最多 達到277萬元 李家超的選舉廣告開支比林鄭月娥少 但選舉聚會開支比較多 今次選舉只有李家超一名候選人 李家超的選舉廣告開支約237萬元 比上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少約128萬 至於李家超的選舉聚會開支 就有270萬元 比林鄭月娥多約38萬 其中在5月6日舉行的造勢大會佔最多 需要180萬 而捐贈方面 李家超合共收到1,120萬元 比林鄭月娥少750萬 其中來自商會和社團的全部都是現金捐贈 根據法例 候選人要將未使用的選舉捐贈捐給慈善機構 李家超就將大約213萬元全數捐給公益金 稅務局呼籲市民留意 聲稱由稅務局發出及邀請收件人申請退款的欺詐電郵 每個電郵都會提供一個超連結前往其他網站 以取得收件人的個人和信用卡資料 稅務局說與這些電郵沒有任何關係 而將事件交給警方調查 稅務局提醒市民 如果收到海宜電郵 應該提高警覺,不要開啟 長山環樓盤瑞峰因為地產商逆手而引發消費爭議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和江玉歡 以及十多名瑞峰府主下午約見消委會 包括要求發展商無條件退還訂金 消委會說至今收到20宗可以處理的投訴 當中9宗已經成功調停,其餘個案仍在跟進 消委會說得息部分投訴人有意申請消費者訴訟基金 期望透過法律途徑解決爭議 由於個案涉及個人資料 同時亦為避免影響申請人的法律權益和救濟 不夠披露個別個案內容 相關委員會將會全面審視每中個案 轉看國際消息 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勞金斯克戰鬥勝利 普京聽取國防部長邵伊古對俄軍成功攻陷烏克蘭勞金斯克的匯報 普京宣布勞金斯克戰役取得勝利 扎成邵伊古繼續推進俄軍在烏克蘭的攻勢 他又指示參加勞金斯克戰鬥的部隊進行優整 重組作戰能力 以及獎勵表現優異的官兵 邵伊古表示 俄軍在兩個星期內包圍並消滅近5,500名烏克蘭守軍 其中2,200多人是不可挽回的損失 其餘3,200多人受傷還入院 此外亦摧毀烏軍196架坦克和裝甲車 12架飛機和1架直升機被控制了25個居民點 俄軍在控制了整個勞金斯克地區後 總統普京下令國防部長邵伊古繼續在烏克蘭進行軍事行動 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南部一座大型商場發生槍擊案 造成3死30人傷 被捕的22歲疑犯提堂 暫時被控3項謀殺罪和4項企圖謀殺罪 法庭勒令將他的身份保密進行閉門聆訊 案發在當地星期日下午 該購物中心位於市中心和機場之間 事發正值人流高峰 警方說儀空當時手持一支步槍、一把手槍和一把刀 案中所使用的槍械相信合法 但儀空並沒有槍械執照 案中3名死者包括2名17歲青年男女 以及一名居住在丹麥的47歲俄羅斯公民 另外有4人受槍傷 大約20人在逃生時受到輕傷 儀空是丹麥籍男子 星期一出庭 警方拒絕評論作案動機 但相信儀空隨機向受害者開槍 而且是單獨犯案並無同黨 國務委員會兼外長王毅 在緬甸普金出席南美合作外長會期間 會見越南外長裴青山 談及南海主權問題 同意妥善處理南海分歧並推進海上合作 雙方認為應該以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簽署20週年為契機 積極推進南海行為準則 初相進程 堅持高層共識 妥善處理矛盾分歧 推進海上合作 最後跟大家說一下天氣 多倫多未來兩日天程 間中有雨 現時身外氣溫為攝氏22度 星期二有雨 最高攝氏27度 最低18度 星期三天程 最高攝氏26度 最低17度 今晚的晚間新聞報道完畢 晚安 請你多久 請你多久 再看完